去年的一季大秀,身材恶魔,扭得很有风情的热巴成了焦点,今年以品牌大使身份再登时装着舞台为DMG走秀,但因为种种因素,风头却被泰国的流量小花妈的Vicar抢了去。 对比去年,今年热巴的造型有些粗糙,不能展现她的身材和颜值优势,其次她今年也走得有点着急,被调侃向在赶席,而泰国流量小花妈刚好相反,造型犀利时髦和她的气质很相衬,太不稳健,气场强大,赢了吃瓜群众一片喝彩。 其实热巴和浑雪的妈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美人,两位都是舞欢密体浓烈,身材凹凸有之的明艳美女。 正常水准之下,两位同台经验一定是绝美的,但这次因为造型粗糙,台不等原因,热巴却吸败给了妈。 通台狗秀热巴吸败,本蛮撞衫的那家又如何呢? 近日在新疆参加姐姐婚礼的那家,神穿German小黑裙搭配丸子头和姐姐翩翩踢舞,优美舞姿加美颜暴击,很是扬眼,丸子头和那家的甜笑给这件全自性感犀利的碗装瞬间甜美了起来。 侧面虽然不是凹凸有致,但也挺优秀,那家的扁他臀,这次没有出白影响他穿着的整体效果。 这次的时装招的大门大秀,妈也选了同款小黑裙,直发小烟熏,夸张大耳饰,又固又识毛,和那家的甜美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风格。 对比起那扎的甜美风格,M、A、R的搭配倒是更符合这件小黑裙的风格。 这组撞衫男分高下,两位颜值身材都明的挑剔,同一件小短裙,两位美人根据场合的不同,都穿出了各自需要的风格。 这组撞衫对比,你更爱谁?